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蛋炒饭 给自己做一份美味的蛋炒饭 胡萝卜 葱 火腿肠 鸡蛋 十餐搞定了吧 这也太简单了吧 鸡蛋 苦味 鸡蛋 除了它 豆腿 黃金 no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早 助理 包紧 入买卖 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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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喝酒了 小念 我就不跟你上去了啊 万一他没穿衣服呢 随便随便随便 是小念 你要从漫画上 你便能酗酒少女吗 我 我 你看看啊 姐姐 几点了 几点了 四点 下午四点了 那你怎么不早点叫醒我呀 你说我这每天拿着别人的工钱 然后一天不开工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啊 这已经是你近期以来第二次醉酒了 我就昨天跟白宇开了两罐聊聊天 谁知道 白宇呢 他比我喝得多 你快看看他怎么样啊 你看看自己这副德行 你还好意思操心别人的 姐姐 你快给他打电话 问问问他呀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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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 醒了呀 怎么着在喝两罐吗 你在哪儿呢 没事吧 不会最早的路边死过去了吧 放心吧 不用担心我 今天我约了几个人 聊了一下小念漫画的版权 所以一早就出来了 也没来得及收拾工作室 对了 小念怎么样啊 他醒了吗 没事你忙 不用管他 等你带回来好消息啊 好 怎么样怎么样 他没事吧 人家没事人家都开始出于工作了 你看看你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你 我姊妹没有想到实际会听这种节目 这也太奇怪了 还有那个工 他要来就早点来别别妞妞的 我问你 他都已经在路上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那你们找了沐千初 你们也没联系我呀 我还以为小老板过去能给个惊喜呢 谁知道你俩能干出这种事啊 好了好了 你俩别吵了 这脑袋还疼着呢 我保证以后不喝酒了 现在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还有你 你今天不上班怎么跑出来了 这不客户都联系完了吗 也没什么进展 小老板就说干脆给我放点机架 让我帮丸子搬家 搬家 搬家 丸子 你们找到新房子了 米生的房子 都办了结婚证了 还找什么房子 凑住呗 凑住是怎么个住法 是要我说得那么直白吗 就是将就住呀 我四十两厅的房子 还有俩大厕所 承不下你 你属鲸鱼吧 我就抱怨几句 我没说不搬 那你倒是说你不搬啊 我 我不给你搬件事 行练 这一次小老板真的还挺用心的 自己在家练习好久 那次练习还让我给碰见了呢 练习 练习什么 我怎么知道 反正就是怪怪的 对着镜子做一些奇怪的表情 做奇怪的表情 我说你们小老板 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你脑子还有问题呢 你看你 我一说小老板 你就跟我急 你心里是不是只有你们小老板 如果我跟你们小老板 同时带你回来 你就行 我小老板随性好 那如果我们俩说那一个绳子的话 我小老板跟你不是同一个绳子吗 你 好了好了 我救你 你们俩搬家顺利 我去刷牙了 笑 你笑面 我小老板还不过这个你说 我从你俩说同一个绳子 你别跟我说谎 不过好像说酒 我爱有什么 guy 那个我爱你 你还没说谎 我那个这件事 我没说谎 你什么死 你呢 我现在都没有人 好 如果只记得这些 倒是没什么 好 马上联系白羽 漫画的内容要继续生完 记住 不要透露太多 这次的钱就先打给她 喂 喂 白羽 漫画内容继续生挖 什么 生挖 不如明确告诉我 你们究竟想要知道什么 我们想知道什么 要看你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漫画这笔费用会打给你 希望接下来 我们的合作可以更加适合 谢谢 关于未来合作的事情 我想打算 喂 不 不 昨天直播的事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在那儿 也不知道你做了准备 如果是做客的话不必了 那我们能不能聊一聊 不能 神经 既然你不打了 咱们拿路边 没什么好聊的 神经病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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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想跟你说个事 我们可不可以互相改变对方 就是你看 我怕你忙 没有打扰你 然后没让你去参加我的直播活动 你呢 又为了赚钱忙设计 还影响我的漫画视野 咱们总是怕给对方添麻烦 但实际上 两个人都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 咱们倒不如麻烦对方 问问对方到底有什么麻烦 有什么问题 然后一起解决 你觉得呢 话真懂 最后一句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现在吧 你有什么问题 什么麻烦 尽管告诉我 现在就可以是 饿了 那你吃啊 我做了这么一大碗呢 要是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尝 还要吗 要 我还做了新鲜的芒果布丁 你要不要 好 我去给你拿 我还做了新鲜的芒果布丁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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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我不喵了 不喵了 你继续吃 我就给你拿芒果布丁 这是我的东西 你听不听我的东西啊 不是 你要那些 没用的东西 干嘛去玩的 你 我先铺了地砖啊 我重要还是地砖重要啊 不离去啊 来来来 鼓鼓掌跟我走啊 一 二 干嘛呀 怎么戴了 吴奶奶 我今天真的很累 小老板好不容易放我一天假 我又帮你搬家 又帮你收拾东西 我求你了 别再跟我闹 走 请问一下石笛在哪儿 啊 在里面休息呢 谢谢 小弟眼 给你 好 还生我气啊 你去我爸妈家找我了 是啊 我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就看看你在不在家 小弟 别生我气了 以后 都听你的 好不好 好 倩初 我不是故意要生你气的 知道 小弟你脾气一直都很好 你看 这些年我病着 很多事情记不清楚 你也从来没跟我起脚过啊 只是其实我觉得你姐这个人吧 你们两个 倩初 今天能不能不说他 好啊 那你现在有空吗 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等我发现这场 嗯 那我去那边等你 快点啊 嗯 一个巧克力口味 一个草莓口味的 我们家猪大特色 谢谢 谢谢 好香啊 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你喜欢吃巧克力味的 吃雪糕当然要吃巧克力味的 超豪华热量配方 吃完心情才能变好嘛 吃啊 吃啊 早小弟 来来来来 你要喝咖啡吗 不喝了 没事吧 没事啊 我上去了 好 早安 这么早啊 白宇 早点 早点 你偷偷摸摸看什么呢 没有 我在看一些公司的资料 你小子难道要跳槽呀 我看的是出版公司的资料 想要继续找公司 谈版权的事 我又不离职 这还差不多 你的意思是 要把你的漫画形象 做成周边产品 这个主意道挺好的 只是你突然这么要求 我这心里就有点慌了 不是你说的吗 要互相帮助对方解决困难 还有 我的决策 什么时候要经过你的同意 我想送给合作伙伴都不行了 当然可以了 只不过你送这个东西 不是你一贯的风格呀 也是 大家会以为我送的人 我是目前处 你怎么又提这个事啊 我是觉得你送给合作伙伴 茶叶呀 艺术品呀 不是更好吗 你送这种东西总觉得怪怪的 反正我交代给你了 明天下午三点之前 把设计稿送到我办公室 明天 要不 今天 明天 可百分之一 不 来 了 你 快帮我想想啊 要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设计一个偶像版的男主人公 就是头发着灰白色的那种 然后腿特别长 型男 不行 这种长腿我爸现在已经固实了 要不然 设计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物 他就是那种文艺复古气息 小玉 但是我总觉得 中年油腻男人应该不会喜欢 也对 为了让更多人喜欢 就设计二岁元的Q版的 这个好 我觉得行 多可爱呀 骗你干吗呀 你们做的周边小公仔可受欢迎了 真的吗 我还觉得你是在逗我呢 当然是真的啦 人家都说了 没想到我们龚总 还有这么真诚又细腻的一面 就从一个钥匙去扣 能看出来真诚细腻 小念 他们说公路真诚又细腻 算了 反正是好事 那个先不跟你说了啊 开车呢 你赶紧去跟你的小念老板 抱头开心嘛 对对对对 我得赶紧告诉小念 他终于帮工了一个大忙 拜拜 拜拜 吵死了 闭嘴 还有啊 今后你再用手机连着音响打电话 就去过用没有难牙功能的老年纪 我又没耽误工作 小念 这下你放心了吧 我们的周边小公仔 饱受经销商的好评 所以 他真的给经销商了 他不给你发 你可以给他发 嗯 他不给你发 你可以给他发 再说了 你现在是功臣 你给他发微信 他还能不回你 什么功臣不功臣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什么不知道说什么的 你就说 我很开心 能帮助你 算了 算了 我觉得我给他发的根本不会回的 我们俩之间就是有事说事 所以出去呢 来来来 我给你发 哎 不成 拿过来 我先不要我 你把你放过 我先不要我 救你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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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板 周边产品这件事 你有没有向施晓宁表示感谢 这是按照他的意愿 鼓他吩咐的工作 我凭什么要感谢他 小老板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这叫做分享 情绪互通 对方做得让你满意 你告诉对方 他也会开心 不满意呢 对方也会感同身受 平复你的不开心 我叫他 发出纸了 你看看 我收回了 收回了 对方撤回消息是什么意思 撤回消息 发错了 不想让你看见没 怎么突然问这个 赶紧撤吧 我依然听受了 医生 待会儿你把我送到地方了 就回家了 今天晚上 去公司 她很开心 但撤回消息又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不是发给我 难道不是发给我 你们俩都挺别扭的 有什么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呀 本月额外收入周边产品奖金 一个零 两个零 三个零 四个零 公公果果然还有了解 小念 天降横财 我怎么觉得你兴趣得再大呀 没有啊 我是觉得最近好事这么多 小丸子 不如咱们去庆祝一下 正好发奖金了 咱们得好好序幕一下 不对啊 我觉得你有点借库续酒 许小念 你最近很是狂野呀 什么呀 我是觉得咱们已经忙了这么久了 就应该犒劳一下自己 不是说我们俩 你看看人家白羽 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请她吃过一顿饭吗 有道理 等一下 什么呀 马上要到白羽生日了 你看看 真的呀 而且就是后天 怎样 这马上又到分前了 嗯 那不如 小老板 你这是要设计机器的人 也不算是吧 这是市面上最火的一款机器人 我只是拿过来修改一下程序 那 american 你们俩昨晚分战了一夜了 你们俩昨晚分战了一夜了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做机器人干什么 送人 送给石小念 用语音系统给他表白 可以 很浪漫 很特别 开窍了呀 小老板 终于要勇敢卖出这衣服了 小老板 小老板 这种重要时刻 怎么能少了我呢 我对表白可是很有眼睛的 你一定要选一种 最适合你们两个的方式 比如说 你先把脸上的黑眼圈遮一下吧 这个不重要好吗 你要完全地信任我 才能全盘接受我的你的指示 表白的第一种方式 反约性 比方说啊 你给他营造一个特别浪漫的风 然后拼命打动他 你就给他讲 你们那些动人的美好的过往经历 等着声泪俱下的时候 轻轻地保住他 当然 你得看现场效果 如果效果好的话 直接亲上去 这不行 第二种 霸气性 你就 把他带到你要表白的地方 趁他一脸发懵的时候 拽下回来 就是一个强吻 第三种 惊喜性 你可以先惹他生气 当他特别不爽 想要跟你发火的时候 发现呀 你其实就是想跟他表白 这种过山车一般的体验 一般女生都受不了 你说的这些 根本就听不明白 顾名短没关系呀 肖老板 我可以跟你再讲一遍 第一种 晚约醒 比方说 第一种 晚约醒 第二种 霸气 这种女生啊 还算是有点用处 第三种 惊喜性 晚约醒 施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我们去看月亮吧 医生成 施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施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医生成 施小念 我们去看月亮吧 霸气形 我们去看月亮吧 帮忙走 我们去看月亮吧 我会想干活 我们去看月亮吧 就是我们去看月亮吧 我们去看月亮吧 我们去看月亮吧 我会想干什么 她就在题目的 妖怪 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再见了 喂 喂 白雨 在办公室吗 我钥匙忘在这儿了 能不能帮我拿一下 我一会儿让你先过去去 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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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白羽 生日快乐 你们这事 我们生日很明显嘛 我们 当然是叫给你 过生日 你们怎么想起来 给我过生日了 白羽 我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 过生日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不抗一声 是啊 但是时间太仓促了 我们准备的这个 有点 就准备了一个蛋糕 还有气球 希望你别嫌弃 怎么会嫌弃 我只是感到有些意外 这是第一次 有人给我过生日 走吧 快点跟上车 行 行 行 你去哪儿住 走 大功告成 这么大的房间 四十分的房子太吵了 二十分没该足够 发生日式 不要 手 肚子 肚子 刺眼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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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件事想对你说其时这么久以拽我一直 什么情况 难道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人气等事变 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快点 蜡烛吃一个蛋糕 洗个愿 获胜的时候许愿醉灵了 醉灵了 你生日蛋糕不够可爱 我不想切呀 都说让你买个贵点的蛋糕了 买个这么甜的都不想切 这明明就是感动了 你还 我 我 这 这你不喜欢这款吧 那我给你照片 其实今天不是我手的 啥玩意儿 考你了 石小剑 过来找我一趟 我有话要跟你说 是想念 到我家壁球场一趟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不对呀 状态不对呀 不应该这么严肃地 看起来像是不值工作一样 还是先把他约出来再说吧 还是先把他约出来再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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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好 抱歉 那你刚才说的 都是真的 这个石小年搞什么鬼啊 其实 我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的关系 也仅限于拿钱办事 他到底调查你为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你等于根本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身份 就把我的漫画 给出去了 白宇 我对你可真是刮目相看啊 先不说别的 先说石小年的漫画 他珍藏已久 就能被你随便搞到手 还有上次我撞到你 你说 你骗我在看其他公司的资料 我还担心你会跳槽 你可真有能耐呀你 既然白宇今天肯告诉你这些 就说明他那些信心做出了去 你闭嘴 这是我们工作室的事 你看看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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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谢观看